一甲第13轮迎来一场比赛 罗马在主场迎战乌迪内斯 罗马前12场联赛取得5胜3平4负的成绩 拿到18个积分排名第7 这样的成绩让罗马处于争夺欧冠资格的行列 近4场比赛罗马只赢了一场 输掉了两场 还有一场平局 这样不稳定的成绩 让莫里尼奥遭到不少质疑 此次罗马回归主场 面对的是排名第16的乌迪内斯 双方近两次交手各有胜负 这一次拥有主场优势的罗马拿下了比赛 本场比赛莫里尼奥排出352阵型 迪巴拉和卢卡库搭档双前锋 卡尔斯多普 克里斯坦特 帕雷德斯 洛伦佐比佩莱格里尼和斯皮纳佐拉五中场首发出战 詹鲁卡比曼奇尼 迭格比略伦特和恩迪卡组成三后卫 帕特里西奥担任首发门将 贝洛蒂 沙拉维和阿兹蒙坐在替补席待命 依靠脚球机会 詹鲁卡比曼奇尼的投球攻门顶偏了 第20分钟 罗马率先进球 迪巴拉在中场场开出定位球 把球传到门前 曼奇尼前插投球攻门顶了一个反弹球 球进了 罗马取得领先 之后 佩莱格里尼有扩大比分的机会 只可惜他的射门被门将扑了出去 半场结束 罗马一比零领先 双方的机会都很少 罗马上半场控球率70% 只有三次射门 两次射政 进了一球 乌迪内斯上半场更是只有可怜的一次射门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46分钟 曼奇尼投球攻门顶偏了 之后 卢卡库也是投球攻门 他也是顶偏了 罗马接连措施扩大比分的好机会 第50分钟 拖腕来一脚远射 结果踢偏了 三分钟后 索萨的一脚远射力量不足 门将把球没收 第57分钟 乌迪内斯进球了 拖腕投球顶尽 送出助攻的是帕耶罗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第72分钟 阿兹蒙单刀射门 被解围出去 不过 也越位在先了 三分钟后 克里斯坦特强点投球攻门 还是顶偏了 罗马好多次投球都顶偏了 第81分钟 罗马再次进球 卢卡库送出妙传 迪巴拉带球突入禁区 单刀推射破门 最后时刻 沙拉维也收获了进球 杀死了比赛 最终 罗马3比1击败乌迪内斯 罗马拿到这三分 总积分达到21分 排名飙升到第五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